嗨 大家好 我是威廉 今天要來開箱一款威廉期待許久的商品 它就是E-Lite所推出的智慧採光吸鼎燈 那你可能會想說一款燈有什麼好介紹的 那我之所以會選擇它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非常的好安裝 第二個就是它很智能 那我們直接看影片它是怎麼樣的智能法吧 E-Lite是一家全球智慧照明的品牌 那它同時也是小米生態鏈企業之一 那它在全球已經賣超過5000萬組的燈具 所以是一家非常有實力而且持續創新成長的公司 那麼這次他們推出了兩個版本可以選擇 450版及550版 那麼450版它是比較小的適合小套房3到5屏的空間使用 而550版則是比較大 它適合在6到8屏的空間使用 看到外紙箱就能看到支援多種的語音控制 由於是台灣特規版整個包裝也都是繁體製 背面也有更多的功能介紹 那包裝裡有西頂燈繁體的說明書 零件包及一個遙控器 開箱完之後呢我們直接來安裝 那我們要先將舊的燈具拆除 拆好後呢要來上西頂燈的底座 那原廠也有複製工螺絲 底座用好後呢 將原本的燈泡線插到底座的模組 再將西頂燈往上一推 卡扣扣緊後就安裝好了 那麼這個安裝的過程呢 威廉不懂水電的啊 都能夠自己輕鬆的完成 那這都脫虧了他們對於消費者安裝上的痛點 他們有去做對應的小巧思的設計 讓我們在安裝上能夠更簡單更容易 安裝好後呢我們來看遙控器 遙控器是用塑膠的外殼 遙控器非常的輕薄 並且使用鈕扣電池 遙控器上有五個按鍵 分別是開關燈 色溫的調整 夜間模式 亮度增減 好那我們就直接實際操作一次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反應速度 好那我們先來開燈 好非常的快喔 關燈 好非常迅速 開燈 好那我們來調整它的色溫喔 好 那我按以下是慢慢的變成暖色的感覺喔 然後越來越暖 好這是最暖的情況下 不知道畫面上大家看得清不清我 現在是最暖暖燈的情況 然後再按 當然它就會慢慢的變成白燈 好現在是最白的情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M的這個夜燈模式喔 好夜燈模式呢 它就是會把主燈整個亮 那個整個亮度調低喔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模式下 我們也是可以調整它的亮度喔 那我們慢慢將它的亮度給調亮 好現在是這個夜燈最亮的情況 我們一樣調到最暗 然後我們切回原本的主燈 然後我們切回原本的主燈 主燈的情況 那我們也把亮度調到最亮看看 好越來越亮 好哇超亮 好太亮了 好的那這個是整個它的操作喔 那其實我覺得它的響應速度是非常的迅速喔 基本上按到哪裡它就是直接做動的喔 好的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跟米家的整合喔 米家整合的話其實下方很簡單 就是有四個按鈕 分別是開燈 日光 月光 以及我的最愛喔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中它的響應速度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來開燈 好非常快喔 非常迅速 關燈 開燈 好非常的快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光 那麼它這邊比較大的面積 主要是有用過小米的燈的話都會知道 它的上下是調整它的亮度 透過上下滑動來更改 那麼左右呢是調整它的色溫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月光 那在月光的情況下它的亮度就會是最低的 那當然我們一樣可以透過上下來調整它的亮度 好現在畫面是最亮的情況 那我們調暗一點 好調整到日光 那麼當中米家App當中比較有趣呢就是它有一個這個氛圍燈喔 好我們點進去 那麼氛圍燈呢 其實就是 LED它後方有一個這個1600萬色的RGB的這種光條 那我們可以一樣可以透過 調左右滑的方式來調整它的顏色 好像是我今天想要用成綠色 它後面就會變成綠色 所以它這個可玩性是還蠻高的喔 比如說你可以根據你的心情啊 你去更換一個顏色 像現在這樣的一個桃紅色也是蠻好看的 那麼當然它也是一樣可以透過上下來調整氛圍燈的亮度喔 這是最暗 既然是最暗的情況下 那我們將它調到最亮 好這是最亮的情況下 所以它這樣的組合是可以讓你自己去搭配的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的最愛喔 好那我的最愛呢 它就是有分幾個已經預設的功能喔 例如溫馨感的話 那我們點立即使用 它的燈就會變成非常的暖燈 然後是亮度比較亮的 那麼休閒時光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比較 哇這個燈也是非常的亮 那麼電影之夜 電影之夜就很有氛圍 它就是氛圍燈是藍色 然後整個亮度 主燈亮度降低 那麼夜燈模式呢 那就是單純是只有主燈的樣子喔 那麼燈光效果 那就是整個是最暖色的情況 而且是亮度很高的喔 那這邊你都可以來做使用 好的那我們看完米家了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它跟Google的整合喔 那麼跟Google整合的話 它會是放在這個Google Home裡面喔 好那我們打開 那麼打開的話 那西頂燈就是它的商品的名稱嘛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開燈來看看喔 喔響音的速度也是非常的迅速喔 而且Google的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界面非常的極簡喔 就只有一個開關鍵 然後亮度的調整以及顏色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亮度的情況喔 好現在是52% 那那麼我覺得Google它做的蠻好 是它的這個動畫 它的動畫的顯示是比較細緻的喔 好那我們現在是亮度100 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應速度喔 它的反應速度是非常的快喔 好我覺得好亮喔 我還是調到暗一點這樣子 好那麼它的主要的界面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呢 比較特別的是它已經有預設幾個顏色可以來做選擇 那麼當中 比較特別的是主燈的話 它只有上面這六個是通知主燈的 就像現在這樣喔 我按下去 好現在是 它會變成 它會直接變成這樣的顏色喔 所以它的自訂的這種 跟米家來比的話 它還是比較少的 因為它都是預設好的 好它的這種更換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喔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透過這樣子來調整它的亮度喔 好那我們調回來 那麼下面比較有色彩的 它它就是後面的氛圍等的顏色喔 好我們現在切換到綠色 欸它也就會變成綠色喔 好粉色 就會變成粉色 藍色 就會變成藍色喔 好 那這是整個Google的介面 那它是比較簡單的 那東西沒有米家來的豐富 但是也是夠用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Google它厲害的是在於 它可以跟這個音箱來做整合喔 那並且手機如果你是安卓的使用者的話 也可以用手機來做開關喔 那我們來直接來看它是怎麼運作的吧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Google最厲害的地方 用講的喔 OK Google 打開西頂燈 好已經打開了喔 非常的快喔 OK Google 將西頂燈的亮度調到100 喔 已經到100了喔 已經到100了喔 OK Google 將西頂燈的顏色換成紅色 沒問題 沒問題 OK Google 將西頂燈的亮度調到1% 非常的快喔 OK Google 關掉西頂燈 用講的就可以囉 好的看完Google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它自家的App E-Lite 打開了 那麼它也是一樣喔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預設推薦的選項是比較多的喔 先亮燈 亮燈之後呢 那我們一樣是可以做亮度的調整 那響音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太亮太亮了 好 那麼它的預設呢 其實有非常多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閱讀模式 就是黃燈 那電影職業 它 哇 它是整個關掉的 跟米家是不太一樣 風格是不太一樣的喔 那麼大家可以根據 自己的這個喜好 然後去選擇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情況 好 這是月光 就單純的月光 那我們來看一下氛圍燈 氛圍燈是採光 那它的這邊就是更細緻喔 你可以同步的就是連亮度 跟顏色 都可以直接選擇 像我拖到這呢 就是比較暗 現在就是主燈太亮了 那我們先把主燈調暗一點 好 那麼氛圍燈 那現在就是比較暗的 情況下 那我們調到 亮度比較高 我們往上推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自定義 它的是更直覺一點啦 跟米家比的話 它當中還有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右下角這個喔 右下角它這邊其實還有一些功能喔 那當中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個 有一個這個小米手環喔 也就是說它是可以跟小米手環來做配的 也就是說你帶著小米手環入睡的話 那它檢測到 手環檢測到你在睡覺的時候 那燈就會自動關喔 那我也有這個小米手環 那我那時候我確實有實驗了一次 那這一次我那時候是只開夜燈的情況下 那早上起床 欸確實真的是關起來喔 我覺得這個小功能是蠻有意思的 那除了小米手環可以使用之外 我之前開箱過的這個華敏的這個GTS2呢 它也是可以的喔 它也是支援的 所以這大概也就是生態共享的一個概念喔 所以算是蠻好的喔 這個燈不只只這樣喔 除了遙控器 手機 可以操控之外 如果你有音箱的話 它也是可以操作的喔 小孩同學 在 打開西頂燈 好的 開啦 小孩同學 在 關掉西頂燈 關囉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喔 小孩同學 欸 打開西頂燈 好的 開啦 小孩同學 欸 西頂燈的亮度調最亮 最亮啦 避免只是強光喔 唉唷 他還會 他還會關心我耶 小孩同學 我在 將西頂燈的亮度調到最低 對啦 避免用臉疲勞喔 唉唷 小孩同學蠻貼心的嘛 關掉西頂燈 小事兒 它的亮度非常的明亮 有4500流明 尤其現在疫情的關機 居家辦公 明亮的工作環境呢 也會讓我更加的專注喔 下了班後呢 又能切換成月光模式 在這樣的氛圍下 讓人更為的放鬆 也更好追劇喔 使用到現在呢 我都非常的滿意喔 那從一開始商品的安裝啊 到後方的這個科技的連動 我都覺得做的很到位喔 那並且呢 它的價錢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同時呢 又有兩年的原廠保固喔 那並且這個商品現在在做預購中 那預購中的價錢呢 又會是更便宜的喔 所以對這個商品有興趣的 這個時間路手是最划算的喔 那我是衛廉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小孩同學 關掉所有的燈